明光宗诸常若 听击案、红丸案、仪宫案都是围绕朱常若而发生 他的离奇死亡与这三大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三起事件也标志着明末衰亡和政治纷乱的开始 一、挺击案 朱常若是他的老爸名神宗偶然间灵性宫女所生 神宗的王皇后没有子嗣 朝臣们主张立皇长子朱常若为太子 彼时明神宗专宠郑贵妃 对这件事迟迟不肯正面回应 后来郑贵妃生下了神宗的第三个儿子朱常巡 他借机祈求神宗立皇三子朱常巡为太子 自己则做皇后 神宗本来就是个偏心爸爸 于是两人很正式的签了个合同 在庙宇中立世 但是好死不死 大明朝可是有一批死脑筋的大臣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朱常若的太子地位 国本之争看似落下了帷幕 这边郑贵妃忍无可忍 软得不行就来应的 最终爆发了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宫廷仇杀事件挺机案 1615年5月有个名叫张叉的丰汉手持木棒闯闯入太子的慈庆宫 并打伤了守门太监被太子的内侍寒本抓住 经御使言行审讯 张叉供出是郑贵妃的心腹太监庞宝刘成 让他进宫的 这俩人让张叉喝饱了酒后到慈庆宫见人就打 尤其见到穿黄袍者 还说如打死穿黄袍者 重重有赏 如被人捉住 他会出手相救 郑贵妃看到东窗事发 未免两个心腹受罪 就向神宗哭诉冤枉 但是大明的太子 差点就被所谓的疯子 一闷棍敲死 大臣们群情激愤 神宗无可奈何 就让郑贵妃自己去找太子 争取谅解 郑贵妃见到朱长若 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朱长若下得慌忙回败 最后 神宗与朱长若不愿深究 以封颠兼徒罪 将张叉凌池处死 由于仁政消失 旁留两个太监 就更有恃无恐 拾口否认涉案 但是一个月过后 神宗秘密处决了庞宝刘成 全案遂无从查起 史称挺激案 这位后的主谋 是不是郑贵妃已无定论 也有人怀疑 是太子自演自导的一出苦肉计 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 二 红丸案 1620年7月 明神宗驾崩 次月 皇太子朱长若即位 大赦天下 改元太昌 登基大典上 朱长若玉履安和 充脆 无病容 还发银百万两 靠劳辽东等处 边防将士 朝野上下一阵感动 朱长若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本以为新军继位 会有一番作为 但在登基大典后 仅十天 登基时 还玉履安和的朱长若 竟一病不起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证明 朱长若还是太天真 郑贵妃从来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国阙记载 郑贵妃近视鸡八人 上级十倍 朱长若压抑了自己几十年 那见过这阵仗 加上他本来体质就差 又与这些女人淫乐 身体渐渐垮了下来 于是 病重的朱长若 召见太医 崔文生诊治 很不走运 他碰上了个庸医 崔文生以为是邪热内孕 下了一副 泄火通变的猛药 朱长若 差点因为腹泻 拉死在厕所里了 病情不但没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就这么半死不活的 过了半月 朱长若召见内阁大臣 大臣方从哲说 红炉四成 李可卓 自称有仙丹妙药 臣等未敢轻信 朱长若这时 已经病成绝望体了 就病急乱投医 命李可卓速进攻陷药 中午时 李可卓尽一粒红丸 朱长若吃完 果然通体舒畅 于是称赞李可卓为忠臣 大臣们等候在宫门外 太监欢天喜地的出来传话 皇上暖润舒畅 思尽隐善 下午时分 李可卓又进县一丸 第二天 却把刚活蹦乱跳的朱长若 给吃死了 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 史称红丸案 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这个案子 显然是由于朱长若 长期的心理压力 加上纵狱过度 以及东林党人胡乱议论 干预治疗 并耽误病情的结果 东林党人 确硬说是 朱长若或于女宠 扶红丸而死 还说是郑贵妃有意加害 虽然这件事 与郑贵妃送来的八个美女 有间接的关系 但暗中的红丸 到底是不是春药 却一直有争议 就这样一直争吵了八年 成为后来的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3 移公案 朱长若死后 尸骨未寒 又发生了移公案 要想弄明白 移公案的前前后后 还要从朱长若的宠妃李选世说起 这个李选世 正是郑贵妃送给朱长若的八美女之一 李选世很得朱长若的欢心 宫中地位迅速上升 很快爬到了仅次于皇后的位置 而且她还是皇太子 朱尤孝的养母 地位更加特殊 李选世一心想通过郑贵妃 把自己扶上皇后宝座 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世给皇帝吹吹枕边风 帮她当上皇太后 后来朱长若病重 当着大臣的面打算封李选世为皇贵妃 谁料李选世正在一旁偷听 听到皇贵妃三个字就不干了 唆使太子朱尤孝进去 走到朱长若的病榻前 没头没脑的来了剧要封皇后 众大臣听后全都瞠目结舌 朱长若也面色一变 一言不发 这是何等的野心 1620年9月 朱长若在宫中暴毙 李选世却仍住在地后的寝宫 前清宫 丝毫不想搬出前清宫 他把朱尤孝带在身边 企图携皇太子以自重 很显然 李选世是想借杨子朱尤孝掌握朝政 坐镇前清宫 坐明朝版的武则天 群臣对李选世十分愤慨 纷纷上书 要求李选世滚出前清宫 大臣杨连说 皇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 哪有天子去住太子宫里 反让一个选世 住在正宫里的道理 今天要是选世不搬出前清宫 我们死也不走 其他朝臣也高声负义 这种情势下 李选世只好在九月初 武搬到了仁寿殿 初六 朱尤孝正式登基 这就是历史上的 牧将皇帝明西宗 明西宗下旨 迁李选世到惠鸾宫居住 这是明代宫女养老之地 这么一闹 李选世当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愿望 化为泡影 他赖在前清宫不走 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的幕后主使 这个亦无从得知 但他的意图太明显了 他是有垂帘听政的野心的 要是他的目的实现了 也许明朝就要掀出一个慈禧太后了 宜宫案与万利朝的挺基案 太昌朝的红丸案 也成了天启朝的党征三大课题 三件大案都与明光宗诸常若 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这之后如火如荼的党征 加速大明王朝毁灭的进程 这些忠臣们的迂腐的观念主张 让大明朝在那个转型的特殊时代 与近代化彻底失之交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